香港人的銀包狠狠地帶著兩三張信用卡 享受LOOK卡總統優惠方面之餘 還要懂得如何處理信用卡背後的財務問題 才算是精明 其實我們平時逛街都聽到很多人叫我們申請信用卡 市面上那麼多信用卡怎麼分呢 有多少種類呢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總括來說其實有三種 第一種其實就是一些叫普通的消費信用卡 無論是銀行也好或者財務公司 它就會發一些他們自己銀行自己的branded的信用卡 另外一種就是一些叫聯銀卡 是一間銀行就和另一個大型的企業 或者大型的機構一起出一張信用卡 特點就是它可以在那間聯銀卡的機構裏面 有些額外的折扣或者優惠 最後一樣就是飛行利數的信用卡 香港越來越多人喜歡出外旅行 很多時候他們除了買一些package之外 很喜歡儲一些的飛行利數 過往就不是個個整天飛的 所以儲那個利數可能比較少 但是它每天都要飲食或者買東西 那它藉著這些消費可以吵得足夠分 可以redeem它的機票 那其實信用卡的息是怎樣計算的呢 是不是真的很貴呢 一般來說大概是24厘至30厘都有 那又視乎不同的銀行的收費 也都就算同一間銀行 它可能不同的信用卡種 都有不同的收費 所以我們都鼓勵那些消費者 去詳細看回它自己的信用卡 究竟它的免繫還款期有多少 很多信用卡都告訴我們有積分的回贈 其實是怎樣計算的呢 是甚麼來的 一般來說都是250元對一分 但是有些的信用卡 可能是在不同的推廣的優惠裏面 就可能雙倍了 即是兩倍或者三倍 甚至有一些的推廣就要十倍的 所以可能消費者 需要在它簽帳之前 可能留意一下它自己的那間銀行 那個的推廣的時候 究竟現在是做些甚麼的優惠 申請信用卡 好 最重要看看自己的袋有多少錢 兩位維修最重要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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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驍